你看她男朋友又给她买包了 你看她男朋友又给她买表了 她男朋友给她买车了 她男朋友给她买房了 我和优爸之间的消费观 包括财务状况是特别特别不匹配 陪优爸去贵州出差 有一天晚上优爸喝醉了 谈钱伤感情 不要比较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优优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哈喽又见面了我是薇薇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金钱 这个话题一说出来 就显得特别的物质 特别的现实感 我可不是金牛座 等这样子说 不怕金牛打你吗 有句话这么说的 谈钱伤感情 那今天既然聊到了金钱 那咱们的感情就伤到底了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和情侣谈钱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和情侣谈钱 确实有点稍显尴尬 可是明明彼此心里都很在意呀 比如说很现实的问题 当两个人谈着谈着恋爱 决定同居的时候 这个金钱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防费你来出 还是我来出 还是应该共同出 生活大大小小都需要开销 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因为金钱花销去吵架闹矛盾 情侣之间到底谁该出的多 谁该出的少呢 其实有大概三种状况 第一种就是单方的霸王条款 这种状况呢 也就是我原生家庭 我爸妈他们的状况 那我们家的这个霸权者呢 是我爸爸 被霸权的呢 是我妈妈 我妈妈有很长一段时间 她的收入比我爸爸高出好几倍 可是这财务大权依然是在我爸爸那边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 我妈妈在这场婚姻当中 变得不敢消费 每一次的消费 不管多还是少 始终都是一种唯唯缩缩的 而且呢 她不敢花钱 也不敢管我爸爸要钱 因为每一次她花完钱之后 管我爸爸要钱的时候 我爸不是问她 你花去哪里了 为什么又花没了 这也是我妈妈至今为止 最最最最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所以呢 当我要步入婚姻 和我已经步入婚姻的时候 我妈妈就一直的在强调我 你要拿住这个财政大权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 这个女孩呢 在她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嫁给了她先生 她先生是一个军人 这个女孩现在大概的年龄是26岁 都已经有三个宝宝了 那我和她熟络了之后 她也跟我说 她和她先生的这个金钱管理呢 虽然说她是一位全职妈妈 但是她先生是把工资卡全部交在她手上的 然后每个月会定期给她先生一点点零花钱 发自内心啊 我还是挺羡慕这个姐妹的 虽然说很讨厌我爸爸的这一种霸王条款 可是呢 但也确实对于自己有利的东西 大家都想争取一下 更紧张用一点时间 我也顺便争取一下 在线呢 我也想问一下 优霸有没有打算把你的公资卡也放在我的手头上 期待得到回复 甚至于我都不知道优霸有几张银行卡 她的公资卡是哪家银行的 完全不知道哦 其实像这种霸权主义 如果说另外一方心甘情愿的给你 或者说乐在其中的给你 个人还是很接受的了 第二点就是情侣之间AA制 我靠 这一点我也接受不了 AA制呢也分为两种啊 一种是完全性质的AA制 比如说这顿饭 我们两个一共花了50块钱 那一个人就是要25 我们的房租一个月是1万 那每个人就要5000 我至今为止没有遇到这种完全AA制的前男友了 那会有余奥吗 如果说我遇到了这样的男人 那我会直接跟他说 你别吃了 这顿饭我一个人吃 我也能吃完 还有一种AA制呢 就是现在大陆年轻人特别流行的 各拿出同样金额 存在同一个户头里面 生活上所有所有的花销 都是在这个户头里面去花 听起来眉毛病 因为我和优化的消费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刚谈恋爱的时候 买吐司这件事情 我呢就习惯于买加勒夫5块钱一大包的吐司 可是优化呢 他只会买20多块钱品牌的吐司 如果说我们两个用这种模式去付款的话 我会觉得我亏了 我会觉得我亏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吃20多块钱的面包 所以这种形式不适用于我 哎呦我真是太聪明了 好吧那就再说第三种情侣的这个金钱管理模式 也是我和优爸现在正在适用的 就是各管各的加上AB式的金钱管理 各管各的一目了然嘛 就是他管他的我管我的两个人都不过问 AB式的管理呢 就是他出的多一点 我出的少一点 这样听起来好像我特别喜欢占便宜 我有自知之明 不妨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和优爸刚恋爱那会儿的状况啊 我们两个呢 是在恋爱的第二天决定同居的 不推荐此行为 在恋爱的第五六天彻底同居 有完没完 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和男朋友同居的经历 刚刚同居那会儿啊 优爸会经常跟我打电话说 baby我想吃这个 baby我想吃那个 他总是在知欢我买这些东西 直到两个人同居了半个月之后 我终于忍不住了 当时我就是大言不惭的 明目张胆的 说房租呢是你付的 但是呢吃喝花销 我也挣不了那么多 你看你是不是也付一点 我记忆当中优爸好像当时迟疑了一会儿 然后他跟我说 好吧那我就出这个生活费吧 当时优爸还问我 你觉得每个月采买这些东西 需要花多少钱 那大概就是一万 一万三台币的样子吧 优爸就是欣然接受了 于是呢我们两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我怀孕的时候 都是每个月支付我三千的生活费 我来负责这个买菜呀 买水果呀 包括两个人出去吃餐厅的这个花销 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我 那你为优爸付出过什么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应该就是结婚的时候 给他买了一块定情心物的手表吧 那是我为优爸花的最大头的东西了 平常来说偶尔会请优爸吃一顿饭这样 但是大多数的生活开销都是优爸来负责的 包括两个人结婚之前出国旅行啊 也都是优爸负责 迟到优优几个月的时候 优爸突然之间辞职 打算自己创业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优爸的经济压力突然之间大了 可是呢我和优爸 其实骨子里面都是喜欢玩的人 于是后来呢 几次出国旅行的费用 两个人就比较是AH吧 我负责住宿 优爸负责机票 这样分工明确 两个人彼此分担一下吧 毕竟人家也付出那么多了 我打心眼里也觉得有点贵嘛 那情侣之间 对于金钱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比较 其实说到底吧 这件事情主要是发生在 女性朋友上 你看他男朋友又给他买包了 你看他男朋友又给他买表了 他男朋友给他买车了 他男朋友给他买房了 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 我劝你们各自安好 各自安好 既然很在意物质方面 或者说在这方面的需求 是特别大的 那当初在两个人相处 或者是排环认定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他不是你想要的那盘菜 也就是所谓的门槛设置 我和幽霸的感情已经八年半的时间了 在我的记忆当中只比较过一次 还是幽霸自己去比较的 而不是我 当时两个人还是恋爱的关系 我陪幽霸去贵州出差 有一天晚上幽霸喝醉了 喝得醉 熏熏躺在床上开始说胡话 我知道我的能力 没有你的那些前男友们好 贝比你放心 我会努力挣钱给你过上好日子 大概就是这样 我忘记了 幽霸说完这些胡话的第二天 我有没有转述给他 只是说那些胡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了 那后来决定嫁给幽霸多多少少 幽霸说的这个胡话 也是列入了那个加分项的 我和幽霸之间的消费观 包括财务状况 是特别特别不匹配的 但是很神奇的 现在又特别特别的匹配 彼此多多少少都为对方改变了一点 就好比说 现在让我持家乐福 五块钱的吐司 我也吃不下 我会花更高一点的价钱 买一个好吃一点的吐司 幽霸以前会因为喜欢一样东西 不惜代价的去买 可是现在因为有了孩子 他也会一二再再二三的去思考 然后最终放弃 也是因为爱情彼此妥协了一些 但是这种妥协 只为了让对方过得更好 幽霸让我吃到了更好吃的面包 我也让幽霸学会了如何去节省 好吧 那今天关于情侣之间的这个 谈钱的问题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和谐的感情了 莫要因为钱去伤感情 个人认为啊 情侣之间更应该光明正大地去 谈论你们的这个支出状况 包括金钱管理啊 不然的话像我妈妈这样 为为所所的一辈子 自己又闹得不开心不幸福 还没有订阅微微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订阅按键小铃铛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多多的留言和互动 下期影片再见 我是幽妈 我是叶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脑呢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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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